乐剧 代表着江南水乡绍兴的优美 柔美与秀美 我是绍兴人 年轻的优美的乐剧 就发源在绍兴这座历史文化名城里 其实明星版呢 他就是召集了各个流派 还有全国各个院团一级演员 梅花正演员 梁柱是我们典型的东方的浪漫的爱情故事 它虽然是个悲剧 但是它最后的化蝶 我相信现场的观众 他一定能感受到 他全剧下来的追逐爱情的美好 和对人性的那种自由的那种向往 明星版的梁柱呢 是从2008年开始那个创牌的 那么到今年的话是整整15年 那过去的15年岁月匆匆 但是与姐妹们的那种情谊的话 这种记忆的话 时常在脑子里面会想起 明星版梁柱带着我走遍大江南北 带我走出国门 结识了来自五福四海的朋友 这15年来 真是留下了太多珍贵和美好的回忆 我们也希望姐妹们 能再次携手 把这个 从唱一台戏明星版梁柱的品牌 推向更广阔的世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嗨 我来了 我有幸福 其实这我们四位姐妹 今天难得相聚在休闲的苏巴 然后喝喝咖啡 聊聊我们明星版学演的过往 真的是很难得 而且我们一看 我们大家今天不由同都 穿的这个带有蝴蝶音速的 可见我们对这个剧组的情感 还有自己的美好回忆 可能要说的话题很多 要嗨的或者说要狂笑的 或者说阶短的 给你有机会 阶短的几率会比较高 我们明星版两柱是哪一年 08 我说说看 08年 这个肯定阿花是最有机会的 这个时间节点对我来说 它是我生命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节点 我们都是见证者 我也是见证者 因为什么 那时候阿花刚刚结婚 度蜜月 我们家牛儿应该就是见证了明星版两柱15载的风雨里 对 15了 初三的学生了 小时候的牛儿是海路空 交通工具全做过 就除了拖拉机没做过 记忆当中 桂林到桂阳 14个小时 我就抱了牛儿 11个 还有三个小时大剧院的工作人员帮我换 这个路呢是很颠簸的 其实这条路都没修过的 那个可能大巴有一种 一种一种喜福 一直画 一直画就一直画 一直去睡得很好 然后开始摇 她又开始去 像阿花的 因为阿花也是 她上车她就睡过去了 等她一停 睡得很好 我在开玩笑的时候 我说阿花如果说以后的话 她睡眠不好的话 就是帮她 给她那个车子开出去 然后她就是去溜一圈 就让她在路上睡 有那种才几个月 三个多 这么小 你看每次连楼台会 我下来就抱着她 坐在台边一坐 她就四十分钟的戏 她就一直就盯着台上 对啊 真的 我就抱着那一张 但是我儿子从此留下那黑眼圈 曼玲姐 你那个在法国的时候的话 不是经常是毛一样 我们出国的时候 对啊 在车上也吃 哗哒哒哒哒哒 我骨验也不用看 打瓶子我就不用看 这个手比我们花蛋要强 那时候就记忆特别深刻 就我们在后台的时候 因为爸爸他前半场演下来了以后 他就没事了嘛 他没事 到后面那个币架才才上去 好 他就就后面就啪啪啪又在织毛衣了 我这个小九妹的话还说是苗龙秀凤 健健会 一点都不会 现在好多乐剧团老生全会打毛衣 八蛋小生全不会 我改词 改词 然后中途还收了个徒弟 陈雪萍 想起 央视的镜头对着 这是汗 就是 我汗都打出来了呀 雪萍姐到你这里来拜师的话 她其实她有个小心思 她想娶她你的女儿呀 她不是梁三伯吗 她要娶住樱台呀 想娶住樱台先学会打毛衣 对 也是 把老丈人的那个马屁要排好 不过一路巡演真的挺开心 经常我们住住公寓室的 我们都 我就可以买菜 烧起来大饺 卖你姐姐 卖你姐姐 卖你姐姐姐很好吃 我不会吃西餐 哎呀 天哪 我记得到那个拉斯维加斯 碰到一个中国餐馆 我吃了四碗米饭 我饿死了 因为我不会吃西餐 阿拉哐啦有 整整四碗 耐尽耐了个好几天 其实在这个剧目的排练过程当中 我们还是有很多的难处的 很多小故事 这个明星版剧组带着麻二十只大箱子 因为全部都是那种大箱子 然后这个井啊什么全部都是暖井 凳子椅子全部后来这个 折叠了 全部折叠了 行业 行业 行业来了 其实我们这个巡演的这个路上的话 其实姐妹之间的这种小故事 真的有很多很多 我觉得自己办事物还蛮好看 因为她那个桌子 在巴黎 酒店里面的椅子 然后拿了一个台布红色 我跟她花两个人 然后就在那边缝 把椅子包起来现场缝 这种出国演出有时候工具不在身边 没办法 从我们走的 一路走来的天南海北的 可能在这个宣传册上它有一个地图 我们涉足的就跟蜘蛛网一样全在撒开 我现在就看中央电视台的天气预报 我一看感觉自己非常的荣幸 那天气预报所有的省会 我们全走遍 对 那么同唱一台戏 它就是一个属于我们绍兴的一个文化品牌 那么借助经典的力量 把我们各大院团的名家集结在一起 其实有点借鉴老一辈的这个 就是我们三个姐妹 大家共同聚力 拳头捏紧 去共同地去走向了全国的这条 就是求索之路 各个院团长对我们这个剧组 都是没有一点意义地支持我们 甚至于就是避开他们自己演出的档期 来支持我们这个剧组 然后有各地的商会 还有就是全国的各大联盟 对我们的支持 所以我们把这个同唱一台戏 明星版的乐剧走向了全国 走遍了祖国的大前南北 是真的怎么怎么看怎么年轻好 是吧 你自己看吧 真会玩 你往里走 爬过去 真会玩 哎呀呀呀 在大巴车上 哎呀天哪 这是 奥花是我们搞笑的那个那个敌人 其实它搞笑也是一种放松的一个选择 那时候真的是满脸的胶原蛋白 不好看 现在不一样了 我成熟了 慢慢成熟了也不难看 这都是那个行严的那种 我觉得吧应该是一路走 一路闯一路克服一路精彩 在西战的时候群英杰反应最厉害 她是躺在那边 她每天靠墙 头痛距离 她好像是躺在后台 让我到每天 要到那边去演出的话 我们做了两套方案 就是万一高原反应 对不对 我们有第二紧急预案 然后又配了保健医生 保健医生 保健医生 我们没几天 还没几天 然后最后 我们演员 赵爷 保健医生在那里 是 群英杰在排的时候的话 好像温掉的样 哎哟 我头痛死了 然后晚上演出的话 一个一个都唱的 就是好像房顶都要掀掉了 这种感觉 上去就演就发光 我们演完了以后 我好像当时西藏 把我们的梁柱 比语为那个 西藏的藏语 我不会说叫月亮 这个我记得很清楚的 就是抑郁我们这个 这个月居很美 对吧 在新疆那波至青 对 真的是 下来是哭的 他们久违了呢 很多年就没有看到 就是他的那种 儿时的记忆 或者说 年轻时候想要的那个 我是江苏人 我特别喜欢乐剧 哎呀我今天 吴老师他唱 哎呀真的 我都感动了 都掉眼泪了 我们都青江四十多年了 四十六年了 从来没看过真正的演出 六十年青江有乐剧 再没有过 我现在五十五岁 哎呀我五岁时候 听过再没听 你记不记得就是 其实那一天是我们 好像是误街了 还是误车了 反正一共 对 晚到了 晚到了 七八个小时 然后就是他们举着横幅 然后一直在门口 等了很长时间 对 所以这个文印象很深刻的 我们在新疆他们那些 爱好 他把我们的化妆间全部擦洗干净 对 而且就是寻影的途中的话 是每到一个地方 就有很多那种细密朋友啊 也有些爱好者啊 在接待我们 每个人一说鲜言话 每个人一说鲜言话 而且我们离开的时候的话 有的真的是出眼泪的 就是这种感觉啊 好像是久违的那种 已经好久好久没有见面的 这种亲人朋友 就是感觉非常的温暖 非常的温度 感到他们在台上 向我们招手说再见 真的非常的舍不得 对 还有一次是我们在南京 巡演的时候 也正好是我生日 因为那天 让我感到很意外 是很多的就是小朋友 他们就是买了蛋糕 还有鲜花 对对对 给我过生日 其实我觉得这个时候 是让我觉得幸福 又觉得很惊喜 又觉得很意外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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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经常也会演出完了 其实演员都很累了 要搞个签售会 签面会 我们所有的演员 坐在门口 在大厅里坐在那里 不卸妆 不卸妆 全部穿着服装 在那边签字 有时候真的观众 是多得来 排了很长的队 其实签到最后 手都签了名字 不知道签什么东西 不知道了 手都签穿了 这个字啊越写越难了 字啊不知道 怎么乱写了 但是你看到 有这么多热情的观众 拿着说明书也好 有些就是拿着一张那个 戏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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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戏票让我们来签 其实我们也觉得非常的感动 哪怕签了再累 还是等到最后一个观众签完了 我们才会离开 第一张猪 有一个西米 应该是把我们巡演的票根 全部留着 都留着 应该真的是非常有心的 所以有时候 有时候演员也是一个 蛮有意思的职业 尤其是喜剧演员 就是这种温暖的陪伴 其实我是觉得如果一个剧种 一路走 有那么多人爱着你 护着你 其实有时候就觉得自己孤独的时候 也就少了一份孤独感 所以剧种也好 演员也好 是有很多的人一路呵护着你 其实对我自己来说也一样的 从头自尾 从08年到现在还在延续 还在两注这个剧主力 一直都 那你就铁打的爸爸了 铁打的猪胖 铁打的猪胖 我觉得我比你们幸福多了 那你比你幸福 我跟很多个猪英台搭过 是有点小窃喜啊 怎么讲 反正是明星版梁柱里面的 注音台都是我的大娘子 但是呢 窃喜嘛 这个是难免的 这个是难免的 但是呢 我觉得是真的非常有意思 不同的流派 然后是来自不同的乐团 而且每个名家身上的 闪光点也都不一样 嗯 超小生就这点好 臭婆娘 娘子就比较多 他后来不是 我们后来有一次去香港 一下子去娶个老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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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不记得 四播了 没长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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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我闻得开心呢 不是 这个可能就是唱小生 他有一个 这个 这个 好像给我独特的一个 一个优越改的优势 我跟李明杰有的时候 我们也在说 我说 是唱是花旦 我们是个小生 我们是小生 唱是花旦 是吧 男扮男还没觉得 但是女扮男 她这种 这种透露出来的那种 俊秀 儒雅 对 包括我们乐剧剧中 特有的女子乐剧的这种 风格 所以说是 观众是特别喜欢 女小生是 女人眼中的男人 我们是拿女性的心理 女性的视角 在揣摩 或者说演绎 解读 我在剧中的这个人物 叫初中待戏吧 或者说是 是女性精神成立 想要的那个 那个吧 能够在一个剧组里面 演不同的流派的注音台 我觉得其实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 对戏曲 对乐剧的这种推动推广的话 其实都是非常好 流派不同 其实那个速度也不同的呀 你记不记得我们那个 十八相送的时候不是 哎呦喂 你就 不快一遍更慢一遍了 对啊 那个节奏切换的 就是 西四 然后她这个节奏 我是中摆 我把它 我把它 它就慢了一遍 是的 这个 就慢了一遍 是的 然后为了这个节奏 我们切换了多长时间 这后来就慢了一遍 是的 其实 其实我是觉得 同一个题材 不同的人来解读 它会呈现不一样的一种视觉感官 流派也不一样 他们都有自己独特的魅力在那里 这些都可取 所以无论从 我觉得明星版梁柱 他首先是创新的 经典 继承经典的基础之上 它是一种运营模式的创新 因为一个不同的组合 它能去适应不同的市场 也迎合了不同年龄段的观众需求 梁柱本身是我们乐剧的经典的剧目 然后是包括小提琴协作曲的梁柱的话 它其实是根据乐剧的音乐 有很多乐剧音乐的 乐剧过门的元素在里面 那么你小提琴协作曲的话 是全世界文明 我们这个乐剧的话 周年总理就是日内瓦会议当中 带出去的话 也是中国第一部自己拍摄的彩色电影 这个真的是贡献很大 对 其实这个剧目还是切粒的 就是第一是切了这个粒 第二其实我们就是把那个小提琴协作曲 全程的就贯穿到这个 对 贯穿到我们整个音乐 然后一进到剧场 这个音乐一响起来 对 它这个旋律的话 从乐剧里画出去的 然后又回归到我们这个明星版两柱的乐剧当中 其实它是一个非常软满的一个回归 其实就是经典的魅力 谢谢大家 我们全部巡演完了以后 接下来就是世界巡演 对 而且我们的祖祭 还是遍布了蛮多个国家 我们通过文化交流的这样一些机会 让东西方文化有一个真的是直接的面对面 我们更愿意有这样 包括进大学 包括跟交响乐团的这些合作 其实文化的交融展现各自的魅力 这是我们真正想要的 我印象最深的 就是我跟俊彦在演到十八相送的时候 不是那场 不是我们有狗 狗 狗 也有狗也一样哭的嘛 也有效果 对吧 与舞台上的人物同喜同悲 对对对 他能同时一样的感受的 每次演完了以后 你记不记得就是他们都会站起来 抱一个很长时间的这种掌声 说明我们这个传统文化的话 虽然是在国外 但是被国外的那些观众的话 也是非常接受 而且他非常喜欢 还有就跟他们这些外国的观众 还有互动 有很多观众 老外观众上来 跟你们学习动作 学扇子啊 给他们穿上衣服 我们让他们有一个体验可以的 对 我爱你 我爱你 跟我们的衣服不一样的 所以我觉得很有意思的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实话是说就是会有一些顾虑 就是怕语言障碍 文化 文化 差异 那么就是到最后的舞台呈现 观众给到的这些该有的艺术效果还都有 其实真正告诉我们经典就是经典 艺术还是没有国界的 对 打开了 你记不记得 就是我们第一次出去的时候的话 是我记得我们在法国好像有汉语的那个导购的话 觉得好像是 在外面的话我们能够碰到这个导购 就觉得好像是还是很有 就觉得我们国家的那种 对 强大 最近的几年跟我们第一次出去演 询演的时候 完全是不一样 商场里面走进去其实是没有什么障碍了 因为很多的接待的不会说国语 因为你中国人出国去的人也多了 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 我们中国是越来越强大 在世界上的话 就是它这个位置越来越高 15年了 同唱一台戏 然后在这之后 我们拥有了其他经典剧目的再现 所以我始终觉得 从剧众也好 从一个品牌也好 我们无论从 在线 或者说创新 两个理念同时进行的话 享受的是一个过程 现在有点 我也有引用那个 然后那个市民域 但是人家 我们什么时候有机会的话 大家再把这些姐妹们结合起来 我们再来演一下明星版的梁珠 那不一样 肯定感受着不一样 又不一样 明星版梁珠一路走来风风雨雨 十五年 我们一起见证了 他从这样一个运营模式的推进 到市场的受宠 到后面品牌的成立 我既是体验者 我也是受惠者 也希望以后有机会的话 我们还是能够把这些姐妹们再结局起来 我们再去巡演 对我个人来说 真的是觉得自己是真的受益匪浅 希望在这个平台能再多演出几年 其实通过这么多年的巡演 他们从第一部的梁珠 喜欢上了其他的乐剧 我觉得这个意义就非常重大 那么这几年我们又开始其他剧目的巡演 这个巡演 这个明星版 对我们就是起到了非常大的一个拓展 这个全国范围内 包括世界范围内的一条 通道 应该说是黄金通道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我师姐在剧组里面是年长的 但是她心态是最年轻的 她爱吃爱笑 永远有用不完的力气 开心坏了 我连瓷器啦 碗啦 冰箱贴啦 衣服啦 包包啊 什么都喜欢都买嘛 所以我就写我自己 如果有机会逛街 我坚决不落下 飞娘娘呢 买个东西莫急 我很理智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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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辈子很难还有第二次会进西藏的演出 欢聚一堂 大家又唱又跳 这个记忆很深刻 好 必须是阿华 对 乐剧的姐姐娘子 妹妹娘子 合作过 不少也都体验了 感受到她们的那个舞台上那种 客游的情 火丁老师她也过年纪 我也想感受一下 或者说 混搭是什么感觉